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海岛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从前有个叫海狼的渔夫 一次海难中流落到一座无人岛上 一天,他救了一条小石斑鱼 原来是海龙王的女儿 为了报恩就化身成美丽的人类姑娘嫁给了海狼 两人在简陋的小屋里过起了甜蜜幸福的生活 还有了一个胖乎乎的儿子 谁知道,海龙王后来发现了女儿嫁给人类的事 大发雷霆 他便装成一个老头 来到海狼家怒斥女儿 要他在三天内离开海狼跟他回家 不然就让海狼生不如死 三天时间一到 海龙王带着一群虾兵蟹将冲进屋 用武力要带走海狼 海狼和海龙公主死都不肯分开 抱头痛哭 海龙公主抱着孩子跑到了山顶 眼睁睁地目送心爱的海狼被拖向大海 伤心欲绝 最后海龙公主和孩子双双化作旺夫时 永远定格在这个海岛上 这个故事跨越种族的主题非常感人 海狼和海龙公主不顾一切在一起 甚至生儿育女 展现出纯真兼真的爱情力量 就算遭遇海龙王的反对 他们也宁死不屈 让我看到了爱的伟大 海龙公主为挽留爱人不惜一切代价 其悲壮让我泪流满面 一个种族不被接受的爱情 却体现了爱的无国界和伟丽 这对比非常震撼人心 让我们反思何为真爱 又该如何为爱勇敢战斗 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遇到这样纯净持久的爱情 哪怕只有一次也好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